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据统计 山东 江西 河南 浙江和广东等省份 已经发布官方预测 本轮感染将于12月底到1月中上旬 达到最高峰 对此 各地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 加强医疗资源储备 全方位多层面积极应对 另一方面 复工复产工作也正在陆续展开 以北京为例 各区各部门已经取消跨区通勤 核酸检测和查验等126条政策措施 规模以上的工厂 工地 商务楼宇 已经全面的复工 相关负责人再次强调 企业怨妇禁妇 无需审批 除国家20条优化措施和新10条等政策 另有要求之外 不得对复工复产提出限制性要求 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有利环境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抵达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展开访问行程 普京下集之后 品尝了一口白俄方面 为迎接他而准备的食品 并且接过了鲜花 早早在场等待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上前与普京拥抱 二人之后乘坐专车驶离机场 这是普京自2019年以来 首次访问白俄 并将同卢卡申科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 就在普京抵达几小时前 白俄国防部称 完成了对军方作战准备的一系列审查 乌军联合部队指挥官纳耶夫此前称 俄罗斯与白俄将就进一步 侵略乌克兰和白俄部队 更广泛地参与对乌行动进行讨论 但是俄方反驳称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 会在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养地区 做好所有防御准备 此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期提出 以谈判实现乌克兰和平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 乌克兰方面正在与俄罗斯 和白俄接壤的地区 为所有防御方案做好准备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基辛格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一无所知 他开出的药方本质上是通过牺牲乌克兰领土 来安抚侵略者 换取其对不侵略东欧其他国家的承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 18号晚到19号凌晨 再次出现在乌克兰上空 乌克兰军方表示 击落了其中30架无人机 本轮袭击再次打击到了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 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乌克兰国家农员公司19号宣布 乌克兰境内电力紧张 包括基辅 哈尔科夫 扎波罗热等10个地区 采取紧急停电措施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在比尔格罗德州上空 记录了4枚美制的哈姆反辐射导弹 到19号天亮 基辅室内遭到破坏的电力设施 仍在冒烟 稍早前的凌晨时分 被炸地区火光重天 冒出滚滚浓烟 乌克兰空军在推特发布消息称 18号至19号 共有35架伊朗制目击者136 或目击者131型无人机 从亚素海东部沿岸起飞 向乌克兰发起攻击 乌方击落了30架 当局指出 其中有15至20架 瞄准了首都基辅 根据目击者及当局提供的信息 预袭的两处区域 是位于中心地带 经常遭受攻击的舍府勤科区 和西部的交通枢纽 其中一座机场所在的 索洛米扬卡区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 根据初步信息指 本轮攻击暂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击中了基辅市内 及周边的关键基础设施 能源及供暖方面的工作人员 正在尽快恢复系统稳定 管辖基辅市周边的 基辅州长库莱巴则表示 袭击对当地造成了 相对严重的破坏 州内有基础设施和民房被炸毁 三个地区失去电力供应 且有两人受伤 另外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敦涅斯克亲俄武装领导人 普希林19号表示 当地中部城市马林卡市中心的 乌克兰军队已被清除 曾作为敌方堡垒的高层建筑 已被控制 但市内仍有一小部分 在乌军的控制之中 他说亲俄武装正在努力控制局势 尽量减少乌军 为守住巴赫木特 而试图投入的大量后备军 在俄罗斯境内 与乌克兰接壤的 比尔哥罗德州 州长格拉德科夫19号表示 乌克兰18号对比尔哥罗德市 和比尔哥罗德区的炮击 造成的受伤人数 已经增至10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要到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这是上周五 消息就透露出来了 那么据塔斯社报道呢 他这次到白俄罗斯 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 为什么那么重视呢 因为这是2019年6月份以来 三年半了 这个普京首次访问白俄罗斯 想必是很重要 也是很紧要的 那么这个卢卡申 乌克和普京 他们的接触其实是很密切的 比如说今年以来 我看了一个记录 从2月份到今天 不算这一次 在此前 已经在俄罗斯境内 和普京会晤了12次 最重要的一次 应该是2月21号 就是俄军开始 发动军事行动的前三天 那我想呢 肯定是要向 这个卢卡申哥通报一下 说我们在白俄演习的俄军 马上就要开始发动攻击了 那么最重要的呢 应该是这次 第13次 这战争10个月之后 整个军事行动呢 基本搞砸 这个普京呢 是飞到明斯克 见卢卡申克 那么去干什么呢 外界猜测 应该是俄军在东线 越来越吃紧呢 准备向这个白俄罗斯借道 从北面向这个乌克兰发动攻势 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战术思维 因为白俄的边境离基辅最近 2月份的时候 从北线发动进攻的俄军呢 就一度曾经打到了基辅郊区 大家都知道 那么就是为了这样一个 从白俄起兵 发动攻势 有必要让普京亲自到访吗 本月初 稍一谷已经到访过这个白俄 会见过白俄的国防部长 叫贺列宁 当然也会见了这个卢卡申克 但据说卢卡申克几次都拒绝了 要从白俄罗斯开辟战场的要求 而还有一个 这个可以联系到这次普京到白俄的 好像没有关系 但其实我们深思一下 也未必就没有关系 就是在这个稍一谷12月初到白俄之前 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马克一 这是卢卡申克的亲信 突然之间死亡 有传言说 当时马克一正在代表老卢 和西方接触 那么这个外长死后 卢卡申克马上就更换了身边的大厨 警卫 谁也别给我下毒 我想他大概也不敢轻易再到莫斯科去 所以这次普京亲自到明斯科 那么如果卢卡申克全力支持俄军 借道给俄军 甚至出带兵 那是最好的 不过呢 从明斯科屡屡传出的信息 就是卢卡申克 这是老狐狸 他口号喊得很小 非常亲热 拥抱 这个赞扬 那事实上呢 一直不答应在军事上处理 特别是他只有两万多军力 我估计和那个车臣呢 或者和那个雇佣金 瓦巴纳差不多 还有个传言很有意思 我今天看了 当时呢 这个听说普京要到白俄去啊 这个白俄总统府就传个消息说 哎呀 说卢卡申克总统感冒了 不是那个新冠 就是流感 想这个阻止普京去 但普京呢 没有能够被阻止 这身边是有线人的嘛 说老陆身体很好 没有底 这普京就去了啊 那么实际上呢 看表面上好像是准备去 这个安排这个打仗 但其实呢 应该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想和卢卡申克 赶紧面对面 把和白俄罗斯啊 一体化的事搞定 这个白俄国 俄白国家联盟 1997年达成了协议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越要到这个时候呢 普京很急于 马上成立小苏联 如果建立了俄罗斯 对白俄罗斯 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宗主权 那还存在什么 军事调动不调动的问题吗 一个国家了嘛 那克里姆林公就说话算了嘛 那现在他们到底谈的什么 这个反正说 这个卢卡申克 他想的比较缜密 好 看看另外一条新闻 韩国和日本18号 侦测到朝鲜发射弹道导弹 朝鲜方面证实 当天进行了侦察卫星研制 就是这个最终阶段的试验 另外呢 韩国第一款的空地导弹 叫天舰系统 历时七年 也在8月12号宣布 研制成功 韩国防卫事业厅19号表示 搭载与小型武装直升机的首款 韩产空对地导弹天舰 12号取得符合占用评定 系统研发取得成功 天舰项目由韩国国防发展局负责 与其发射平台小型武装直升机同步研发 自2015年11月到本月 研发历时七年零两个月 项目耗资约1.38亿美元 天舰搭载同时利用可视光线和红外线影像的双重模式探测器 进一步提升探测性能 还可通过有限数据链实现试据外发射 并将推出多种延伸模型 防卫事业厅近期已决定 批量生产小型武装直升机 随着天舰研制成功 此前全量依存进口的空地导弹 将正式步入国产化进程 另一方面 潮中社报道 潮线18号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进行了开发侦察卫星最终阶段重要试验 在一颗卫星试验坪里 安装一架20米分辨率 试验用全色摄影机 两架多普段照相机 操纵装置等 并把搭载它的运载体高脚发射到高空500公里 模拟宇宙环境 通过试验证实了摄影机运用技术 通信装置传输能力 地面管制系统的跟踪及操纵准确性等重要技术指标 当局称这意味着经过发射侦察卫星的最后关门工序 是一个重要成果 已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汇报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表示 将在明年4月完成军事侦察卫星1号的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朝鲜又发了两枚中程导弹 那么中程导弹也好或者是远程导弹也好 它现在都属于一种弹道导弹 那么从今年一开始开年 一直到现在开始年底 它发射了很多导弹了 这些导弹我们过去评论都认为 它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的这种军事演习表示不满 或者在一些重要的国庆日 党庆日 或者是爷爷的生日之际 发射表示庆祝 其实可能我们把它形式上看得太重 它内容我们看得轻一些 什么内容呢 什么实质呢 就是说这一年以来 应该说朝鲜是不断地在提升试射 它的核弹的运载工具 运载工具就是导弹 如果导弹不管是中程远程或者短程战术 这个各个range的这些导弹都实验成功 那么说明他们现在 如果他们真的已经有核弹头了 而且它有叫战术核弹部队 战术核部队 那就是说如果真正打仗的话 可以各种运载工具都已经齐备了 可能他们还真的有 这个一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长程导弹 只要放入核弹头就可以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韩国也宣布 他们也研制成功了 这个空地导弹 那么这也就是说南北 这个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 现在这核竞赛方面 核军备方面的提升都很快 而这个韩国方面 尹锡月已经说过了 说如果我们感觉到 我们会被这个攻击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发制人 那么韩国方面呢 朝鲜方面呢 也是针锋将对 说我们的核战术部队啊 这个战术导弹 这个战术核弹头的这样一部队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他不断地在试射各种方位 各种距离 这样的导弹 实际上呢 也是在试射 他们将来打起仗来啊 来各个方位 是不是都能够覆盖 看来现在他们可能达到了 这样的一些这个目的啊 就是说 试射核弹的运载工具 基本上啊 经过这一年的实验呢 恐怕都已经验收了 那么 如果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那么朝鲜半岛啊 这就不是一般战争的这种疑云了 这核战争的 这个阴云呢 是越来越命 那么对谁 最危险呢 当然就是韩国 日本 还有中国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 重要别的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去年的全球首富马斯克 去年 今年的应该是 又是杨马逊的老板做首富了 反正他们几个轮的 这个马斯克啊 他在收购了推特之后呢 他管的是挺多 但是还要引起了这个网民的一些意见 所以他在18号的晚间呢 在推特上又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 询问他是否应该卸下推特的职务 就做大股东 那么最后呢 到现在看有超过1750万人参与投票 其中呢 有将近60%就是57.5%的人赞成马斯克下台 还有42.5%希望马斯克留任 马斯克18号在推特上问用户 我应该辞去推特职务吗 还说他将遵守这项民意调查的结果 民调将在北京时间19号晚上7点20分左右结束 推特当天曾宣布 将删除仅为推广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而创建的账户 结果引发用户不满 马斯克其后承认犯错 并表示将对重大政策变化进行投票 然后就发起民调 询问他应否卸下推特职务 马斯克自收购推特以来 不止一次在推特平台上询问用户的意见 包括他是否应该让前总统特朗普 恢复使用推特 自从接管推特以来 马斯克应在公司做出的几项改变而受到批评 包括解雇一半以上的员工 并允许之前被禁止使用的用户回归 近日他又因为封禁了多个 跟踪他的位置的账号 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科索沃北部局势紧张 北约驻科索沃部队18号宣布 将在未来几天举行战术军事演习 北约驻科索沃部队在推特上宣布 将会在其位于保加利亚的基地附近 进行例行的军事演习 演习目的是要训练部队 在危机情况之下 行动仍然不受阻挠 演习将包括一系列战术模拟和后勤活动 据报当中就有拆除路障的演练 以应对科索沃的赛族人 为防止科索沃安全部队进入 而在社区周围设置的路障 塞尔维亚政府早前向北约驻科索沃部队 提出请求要求允许向科索沃 派遣最多1000名赛方军警部队尚未回应 但就宣布会扩大在科索沃北部的部署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日前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背叛塞尔维亚 称西巴尔干国家参加欧盟峰会之后 科索沃局势呈现尖锐化 扎哈罗瓦表示 欧盟西巴尔干国家峰会 于12月初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举行 峰会上通过的蒂拉纳宣言 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 其中一项内容称 科索沃正在走欧洲道路 但此次峰会举行后不到一星期 科索沃的分离主义者升级军事行动 并采取武力挑衅行动 与此同时 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库尔蒂 近日还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 不过扎哈罗瓦认为 实际上科索沃不会如愿实现加入欧盟的愿景 欧盟一方面声称将贝尔格莱德带向美好未来 另一方面针对塞尔维亚采取挑衅行为 这从一开始就是背叛 就像始于背叛的婚礼 这个俄语说起来它就是好听 你说扎哈罗瓦说 你们对于塞尔维亚的这样的行动 欧盟就像始于背叛的 婚礼 那么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本来欧盟和也包括北约 在1999年 这个124号安理会决议的时候 当时就许愿只要你们停战 这个各自都相按无视的生活 那么将来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这个战争结束这么多年 还2008年 这个塞尔维亚尽管一直不承认科索沃独立 但是还是按照欧盟的要求 和他签订了一个协议 互相以为贸易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塞尔维亚也想加入欧盟 科索沃呢 好像是比塞尔维亚还早一步 有可能加入欧盟 而这个科索沃呢 他本来他现在就没有得到 就是很多国际社会国家的这个承认 连欧盟的国家也没有权承认他 而塞尔维亚呢 是极力做一个好学生 想早点加入欧盟 但是呢 这个用萨赫罗瓦的话说呢 你这个欺骗了他 说要对他好 结果对他并不好 可是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俄方声援呢 坚决支持塞尔维亚 他又难有实际行动 你说他能够做什么吧 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 南斯拉夫 那个时候这个沙皇啊 就不断地要支持塞尔维亚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斯拉夫人 斯拉夫民族 而且以前19世纪 沙皇是有一个这个原则的 人道原则 就是凡是世界上 斯拉夫人受到这个 受到打压 受到苦难 受到迫害 我们都要出兵的 可是今天呢 当然世界也不一样了 俄方只能在 比如说安理会 如果能够有些 这方面的这个决议的话 他可能能够支援塞尔维亚 其他方面呢 他就是 就叫声援了 而且呢 还有人怀疑 其实呢 塞族人在科索沃搞事呢 后边有没有俄罗斯的影子 就是我呢 就是不让你科索沃加入欧盟 我呢 就是要把南斯拉夫那边呢 这个我要搞点事 这整个战略 这个地缘战 地缘政策上呢 也是一种侧应的互动 这也有人做这样的怀疑 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据了 好 看看另外一个新闻 随着2022年世界 被在卡塔尔多哈落下帷幕 焦点开始转向北美 2022年世界被主办国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卡塔尔国员18号 与北美三国代表举行了交接仪式 卡塔尔与美加墨四国代表 共同出席了交接仪式 四人手握 亦有两届世界杯元素的足球 一起拍照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勒萨尼表示 世界杯超越事物之上 在团结人民 国家 以及建立持久的友谊方面 发挥着非凡作用 美国总统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 已经在努力为2020年世界杯 做准备 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 将是世界杯史上 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 主办过加拿大 是首次承办 美国和墨西哥 则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一点球大战 总比分7比5 击败了法国 夺得了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 赛后数十万阿根廷球迷涌上街头 挥舞国旗 疯狂庆祝 阿根廷队 继1978年和1986年后 时隔3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 美西带领国家队 捧回了阿根廷队史上 第三座大力胜碑 当地球迷表示 美西已经足以比肩贝利和马拉多纳 两大历史球王 赛后阿根廷总统 贝亚兰德斯 副总统克里斯蒂娜 以及反对党多位政府官员 纷纷发文祝贺国家队夺冠 有媒体表示 在阿根廷民族自豪感危在旦夕之际 美西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英雄 美西带四千六百万阿根廷队人的期望 带领国家队赢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足球是阿根廷的救赎 有球迷表示 尽管阿根廷处于非常糟糕的经济状态 但足球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解脱 方黄卫视梁诺阿柳军 布云诺斯阿里斯报道 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 精彩分成可以说是伟大的一场比赛 这个阿根廷总统如愿以偿 这个梅西他是1986年拿多冠之后才出生的 精彩 最后呢前面一段时间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